道理愈讲愈明白,真相愈滑愈清楚, 这里是愈讲愈有理 大家好,欢迎来到愈讲愈有理,我是膝头, 今天的拍档是陆桥, 陆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川普总统染疫之后,可以说是引起了全球的哗言 一向认为白宫的戒备心炎, 但是都被中共病毒攻入了 全球眼睛马上就将他集中在川普身上 虽然感染了病毒, 但是川普在医院都坚持工作 从准备进入医院到入院之后, 第一个推文推出来, 看一个相片 然后再推出视频, 每一个动作都牵动每一个人的心 直到星期一看到他正式发推的时候, 就说到了下午, 就是星期一的下午 他就会出院的了, 虽然是回到白宫, 但是他还是需要观察和治疗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 已经是充分地体现了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反应 正所谓是人情冷暖, 暴露无为 在川普染疫之后, 入院的期间, 其实美国的运作并没有停止 又或者并没有減缓 反而看到的情况是加速了 不同的部门, 其实是商界推出了多项的政策和法案 那这些政策和法案, 究竟对美中关系有什么影响呢? 今天请露桥来和我们解读一下 是的, 川普染疫之后, 全世界没有新闻的了 就是川普他怎么样, 他病情怎么样, 他出张照片 全世界的媒体都疯狂的了, 所有社交媒体都疯狂的了 现在川普成了川核心, 他是全球的核心 所有的新闻都要靠边站的 他这次是没有造势活动, 所有造势活动都取消了 但是那些人, 他那些粉丝是自动的, 在全国各地 不用组织他们, 他们自己出来 全国各地有很多不同的祈祷会 那在林肯纪念堂里, 有很多人, 大家看到照片 就是和川普讨告的 川普成了这个全球的焦点所在 他没有举办任何的造势活动 但是他的病, 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造势的焦点来的 他拍照, 有时他就出来, 大家都知道的了 很多人就觉得人算不如天算 本来很多人觉得他, 包括一些中国大陆的五毛 什么都好, 或者是民主党 都觉得这次他因为这个疫情一定会受影响 没有想到是有这样的逆转的 现在民调方面, 有很多不同的民调 但是都是指向一个方向就是 他民调现在和拜登是完全在一个 3%的五差范围之内 六个摇摆州, 他的民调都是上升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病情 都是不可以说太过轻熟 希望他仍然会保持警觉 川普, 希望他组合康复 在这段时间, 好像石头刚刚说的 就是国会也好, 民间也好 并没有因为川普 他的这件事, 而停止运作 但是问题是因为新闻就很多 川普的新闻就涵压了很多的领域 很多人就用不同的角度去报他 我现在今天觉得有必要将 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很快去讲一讲 到中间我做一点点评 那我们先从香港的法案讲起来 无论是国会, 行政部门 都在做事 10月1日, 川普病那天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 无意义 传诉通过了 帮香港居民寻求庇护 这个叫做《香港人民自由和选择法》 这个法案主要是一个为香港提供一个长远的计划 就是要在这个移民政策里面 将香港和中国大陆的移民分开 以后香港移民有它自己的一个category 有它自己的一个种类 并且要推动国际合作 在难民的身份里面 亦都给他们保护 就是你可以移民 通过难民这个保护的条例 当然难民就是针对一些在抗争活动中重要的人 就是可以证明到你在抗争中受到迫害 你就会进入这个难民的类别 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 它要推动国际合作 所以就不会只是美国的 是会做这一件事 但目前来说 因为参议院很忙 主要忙是大法官的事 要选举大法官 和那个纾困的法案 所以来说 暂时来说 从一个议案变成法律 还有一段日子要走的 我相信这个可能要等选举之后 另外就是在行政方面 就是美国国务院 亦都发布了一个难民安置计划 就是为香港人发布了这样的计划 所以它一方面就是一个 比较长远的一个法律要通过 另外它行政方面 移民局都不等了 现在有建议先将香港的 有必需的人 是将它放在难民的类别里面 大概就这样了 美国没有忘记到香港 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 除了这些法例之外 大家都可能听到了 就是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塔古斯 说了就是留意到香港政府 就拘捕了80多人的 在10月1日 他觉得是很憤慨的 这个时候蓬佩奥非常之忙 东奔西跑 那么他的 国务院的发言人都要出来 说这件事 国务院当然是很注意到12个年轻人 因为所谓的越境的这件事 被中共正式控告 这件事可能是 因为他们已经在中国大陆 差不多成为他们的人质 所以可能是 在做法方面 是比较困难一些的 但是国务院一定是 非常清楚整件事的发展 而且是密切地注意的 所以希望香港的朋友 继续发声 你们为12个人所做的事 我们无一遗留 全部看在眼里面 非常之感动 而且我们也觉得 这件事是 一定要在香港和外面 看是怎样可以 亂手 将这12个人 是救回来的 那来说到香港 美国很欢迎 又被难民身份 将来来说 又被移民身份 但是在10月2日 就美国移民局 正式通知了 就是禁止共产党 和它的附属组织成员 这次美国移民局 发出这个声明 或者这个规定 其实这个范围 是非常非常讲的 因为它没有说 说定了 除了共产党员之外 那个附属组织 是什么来的 美国移民局 这样的写法 是不是有意的 你说 它的英文是非常广泛的 它说 Membership in or Affiliation with the Communists 就是这个是广泛得不得了 很多人说 是不是只是党员 当然不止党员 那么简单 第一就是在共产党的体制里面 真是共产党的成员 除了共产党员之外 就有所谓的共青团 共青团就是你中学的时候 通常是中学的时候 你申请进去的 或者是少先队 少先队就是小学的时候 要你戴红领巾 很多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反对的 余地的 就是进去的 那么这些人加上 是几亿那么多的 那共产党员就有九千多万 但是共青团和少先队 特别是少先队 你读过书都是少先队的 那么你说有几多人 就是很多亿人的 那么这些人都可能有问题 但是呢 美国政府没有说得很清楚 它故意就不说得那么清楚 所谓战略性模糊 它就是不要说得那么清楚 但是党员就肯定就是成为问题的了 如果真的说起附属组织的话 其实有很多的 譬如政协 那么无论是省里边政协 院里边政协 又或者是国家里边的政协 都是政协 那些商人 艾人 无论是香港回去的 又或者是台湾回去的那些 如果真的要按起床的话 我想都有关系的 还是想出来登台 我想都挺难的 如果是这样 那里说明就是不可以入籍 不可以拿绿卡 这个是明文规定 而比较没有说得很清楚 但是正在做的呢 就是如果你是普通的党员 你入境都有问题 已经有例子了 我们已经看报纸看到有例子了 其他的新闻报道 就是9月17号 有一个人 他的儿子是在美国住的 是美国公民来的 那他自己本身是党员的 他入境的时候 立即遣返 想都不用想 立即遣返 所以两方面一起做 你入境的 你不让你入境 正式的说 不准你拿绿卡 和成为美国公民的 也都在做 那很多人就问 那在境内的 美国境内的那些共产党是怎样呢 我想他们就危危附的了 特别是拿绿卡 那些绿卡 是真的不保障你什么 他要你走 你马上走 成为美国公民之后 可能有宪法的规定 就比较难一些 其实你现在入籍 但是你是党员身份的 其实也都未必要保障的 因为你在入籍申请的时候 是有问到你 和中共相关的组织有没有关 当时你为了入籍 你说我无关 那才会和你面试 会考你 那如果你说有关 当时就否了你 所以这里 也都有一个欺骗的问题 现在学生来说 大家都听过 前一段时间都听过 所有和军方有直接关系的 这些学生都赶走了 以后想入境就不用指望了 那这种情况 就不但在美国发生 英国也都发生着 英国也是10月1日起 政府会对在英国学习的外国人 他会有很详细很严谨的审查 预计有几百个中学生 第一批可能就没有办法拿到签证了 这些人多数都是 参与一些敏感的科目 航天、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等 日本也都出手 他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 和外务、法务、经济、产业、防卫省 这些这样的政府部门 建立了一个跨部门的机制 去看看那些可疑的外国人申请签证 他也会考虑 他觉得不对劲的话 就是不合他们的标准的话 不会给这样的签证 如果按照这个趋势的话 比如澳洲、欧盟 这些国家和地区 可能都会有诸多的痕制 那时候就真的学术内循环 这种打击相当之大 那些红二代、官二代、富二代 想出来度下金都不行了 我想对中国共产党打击最大的 当然是美国 我看过一份统计 就是中共部级以上的官员 他们的儿孙辈 擁有美国陆卡和公民身份的 居然占了74.5% 几乎部级以上的官员 他们家人都是在美国 在美国 不是在其他国家 他的孙辈成为美国人的 有91% 所以这些人如果还有绿卡身份 他们会有很害怕的 另外就是当然很激烈 现在第一步就是不让他们入籍 住着的都要赶走 那他们的资产是怎样的呢 这个和我们前一段时间所说的 制裁新疆的官员 和制裁香港有关的十一个官员 的情况其实很相似 但是你想想制裁十一个官员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好像很震惊 现在全部共产党员 起码全部共产党员 共青團和少先队 是不是暂时说就不知道 那你要想想是多惊人的一个动作 是极度惊人的 所以对中国共产党的打击 特别是高层的打击 那些特别有私家 想想怎样去退休 怎样把资产放在美国 或者已经是子女在美国读书 还没得到公民身份 这些人心惶惶 这些高管人心惶惶 这些高管人心惶惶 对于个人来说 打击是非常大的 可能会引起了他们内部 更加激烈 这一部分我们会继续观察 但是现在直接对他们的打击 在哪一方面显示出来呢? 整件事来说 我觉得看到一点 就是打击了中国共产党的士气 对他们来说是很震撼的 对海外的华人看起来 亦都是给他们一个 认清中国共产党 现在成为过街老鼠的 一个这样的事实 对一些忠忠奸奸 不是说洗脑好心的海外华人 属于蓝丝的那类 是有一个警醒的作用的 希望他们醒了 你将这些党员 全部不准入境 又不准他们拿绿卡 又不准他们成为公民 那究竟想怎样呢? 其实就是 美国现在已经在部署着 如何将共产党定性为一个犯罪集团 而将所有共产党员 定性为一个非法分子 就是这个是配套来的 或者我一会儿讲一讲 开始有一个议案 就是要将中共定为这个跨国犯罪集团 这两样东西是配套的 所以对共产党的影响是很大 那这些共产党不来到美国 当然就差很远了 好像今年所谓的十一国庆的时候 全球有六十一个城市 一百五十个华人团体 就发起了抗共 自由中国的活动 以前来讲 任何这些活动 都是被打击得很厉害的 那些小粉红 五毛 或者普通的中国人都不知道 多有气势 拿了国旗出来骂 出来打 现在来讲就少见很多 在美国有很多地方都很明显 一个就是九金山 華埠 这个地方本来有举行五星期的仪式 有一个某份报纸 在当地的报纸 这个报纸很出名的 全世界都有他们的报纸 他们建议要举行一个五星期的仪式 结果就被民众出去抗议 结果就做不成了 九金山日就是被滲透到最重要的地方 另外一个就是法拉城 法拉城也是滲透到不用行的 在纽约的法拉城 那里简直每一个酒楼 每一个超市都看到中共的身影 但是现在这种盛况已经过去了 那你做一些事情 他出来打你 很多青关会 以前法轮功在那里 放一个摊 就被他打到不得了 一天打一天打一天闹 但是现在这些盛况已经是不再了 所以现在的人都很主动 比如在安省也是 加拿大的安大略省 今年要升的 12月1日要升旗 哇 很多人反对 有没有搞错的话 加拿大两个人 仍在中国 普通人仍在中国做人质 你够胆升旗 那就不够胆了 可以说立即借了 立即就不够胆 所以这些情况越来越多 那领馆就不靓了 现在领馆自己都是国家老鼠 要是被人封了 所以他做不了什么的了 那小粉红五毛那些都不太敢的 被人拍了照 他很害怕 是不是有人拍了他的照 不知道了 他一怕拍了照之后就死了 再加上移民局都说了 很多小粉红 他是属于共青团 或者是少先队的 那你一被人拍了照 他就慘了 想读完书都不用 可以读下去了 可以说很简单地说 正气上揚 正义的天平 已经是摆向了 即是属于他那边 在海外华人里面 我们曾经见过非常之恶劣的情况 现在已经慢慢 随着美国的各种政策 全球围堵 或者是一般的人都醒了 而这种情况已经是不再 那又拍了你上次说的一集里面 说到台湾和中国的情况 就是风水轮流转 另外又是众议院 今次众议院很出风头 还有很多议案 他们共和党成立了一个中国工作组 出了141页重磅的报告 提出了400多项的政策建议 要立法的都有200项 很厉害 大到你不能想象 其中三分之二的内容是两党的共识 所以虽然这是共和党他们的报告 但是民主党也都很赞成 就像蓬佩奥所说的 美國去剿共这个剧本就已经写好了 现在每一个场景就是按时推出 是这么多的 那这个报告它长进到这样的地步 我想证实了康佩奥所说的话 在这个美国 就算是真的有这个总统的更替 如果真的是拜登上场 他都可能做不到很多事情 因为这些的报告 这些已经是进入程序 不是他一个总统他可以说的 总统的老板就是两会 参议院和众议院 这个是总统的老板 所以这个报告也是很可起的 似乎现在已经有一个法案提出来了 说要将中共定为跨国犯罪集团 你怎么看这个法案呢? 再一个也很厉害 这个就是真的很厉害 这个可能是袁公怡先生 他一直跟我们说他会做的事情 现在已经看到了些眉目 就是联邦总议员 一个叫Scott Perry 他带头 另外再加两名议员 就共同提出一个议案 要将中共定为跨国犯罪集团 要对它进行起诉 惩罚和铲除 很厉害 不只是定你叫做什么 还要是这样做 这些这样的 如果是跨国犯罪集团 这些共产党人 无论他在中国大陆 或者在美国 都是可以判他们的 你在中国大陆都会判你 不过你不来坐牢 是另一回事 但是会判你的 那么你要这个法案 当然第一 就要取消了中共的主权豁免 意思就是说 就算你中共的外交官员 在美国 如果你做了些什么 一样会受到这个法律的制裁 接着这个法案 也可以追究中共15年以前犯下的罪行 这个很重要 因为主要的罪行 比如说 迫害西藏 天安门事件 迫害法轮功 这些全部是15年以前的事 有些到现在仍然是 所以这个时间也是很重要 但是目前来说 因为它只不过是一个议员的议案 它要通过众议员的司法委员会 接着如果真的通过 也都要同时参议员 和众议员 两院投票通过 这个程序大家可能都比较熟一点 都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时候出现这件事情 我觉得都不是说偶然的 而且我是很有信心 它终于会走到这一步 因为现在你看美国所做的一切 它主要是要跟中共脱勾 它不但是脱勾 它还要是积极地去对抗 然后接着就脱勾 所以它做到这一步是在所不惜 再加上川普今次自己染疫的话 我就觉得 只有我们想不到 没有事情是美国做不到 它是会走到很尽的 根据联合国的定义 什么叫做跨国犯罪集团呢 中共都犯得七七八八的 洗钱 恐怖行动 器官交易 贩卖毒品 受贵 行贵 侵犯知识产权 买卖武器 或者是用电脑来犯罪 就算你犯了一类 都属于跨国犯罪集团 如果你这么看 我刚才读的那些 没有一件事情 中共没有做过 比如贩卖毒品 它不停地将分泰尾输送去全世界 特别是美国 这个器官交易 还有很多其他的恐怖行动 今次这个疫情 简直就是一个恐怖的行动 侵犯知识产权更加是 其实就是走到这一步 是对中共的大清算 将这个政权 当它们是犯罪的集团 将共产党员 聘气在美国之外 将它变成非法分子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清算 其实照你刚才这么说 什么叫做 跨国犯罪集团的条件来说 中共可以说 全部都做完了 其实可能还有很多都没有列出来 对现在目前的中国人来说 可能真的是一个警醒 其实对中国人的意义都很大 因为刚才他说的所有的事情 其实最终受害人 绝大部分是在中国 当然包括港台 真的牵涉到全世界 可能就是今次的疫情 令很多人失去生命 经济受到很大的打击 但是这件事 即是跨国的犯罪集团 其实对中国曾经受过 去打压的人群 其实意义都很大 现在看到美国一招 接着一招 每一招 似乎都是致命的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有什么应对方法呢 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们到时再请露桥 来和我们分析 今次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可以订阅 点击小铃铛 我们每次有新节目的时候 都会通知你的 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